我的主题 你们很喜欢听的 如何成功 我觉得 要成功 只要做对三件事 你们就可以成功 第一 跟做成功人的脚步走 第二 跟做成功人的脚步走 第三 跟做成功人的脚步走 不对吗 我觉得学习精神很重要 跟对人很重要 你看春东 陆永吉 他们上FC 他们上FA30分 他们的学习精神 我在大概 我忘记了 应该是两年前 我就提出这个消费商 那郭鸿斌可能 参加了我的 在哪里的一个会 我也忘了 反正我在很多地方讲 那 开始是小范围的讲 那么 春东跟陆永吉 就听到了 我在去年 泰山 我忘记几月份了 我们办一场大会 然后要讲这个消费商 他们两个人 各位你们要记得 他们是FC 他们不是刚刚加入案例的人 FC 还要学习 他们的老远 从他们住的地方 跑到泰山来 跟我们学习 这个消费商 他听完之后 觉得很好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觉得可以对他们的事业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回去就跟他的团队讲 那我记得好像这个沈强 沈强在哪里 在这边 OK 他听完之后呢 他觉得 我已经习惯讲 Fore by Fore 我讲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要改呢 我相信很多人 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孙东就讲说 这个傅先生都改了 为什么不改呢 他就这个 也就开始这个 讲这个消费商 可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 这个 就是知道怎么去讲 所以大概效果也不怎么样 然后他就召集了 他跟我讲的 召集他一些领导人 就跟他讲 这些消费商这个概念 结果你知道吗 他的钻石呢 有些时候很奇怪 做酒的人 就是不大容易改变 他说 为什么要改呢 这沈强就讲说 反正领导将改就改吧 这个叫做 跟随 所以 相信领导就跟随领导 跟随领导就相信领导 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全力的 去往这个消费商 效果好不好 沈强 孙东 陆永基 我跟你讲 真的效果非常好 可是 各位你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所有的一切没有改变 所有的安利的价值做法 完全没有改变 我们所有的这些培训都没有改变 其实消费商只是一个概念 那为什么我会提出消费商呢 各位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我一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很想去协助 这些领导人 怎么样去突破 怎么样去这个 更加的这个 可以引起我们的对象的这个兴趣 可是因为已经安利20年了 30年了 这个马来西亚已经40年了 在马来西亚 你只要开口 你还没有开口 他都知道你要讲安利了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 我们常常讲的 你在你的窗口丢立石头 你就会打到安利直销商的头上 所以你就知道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安利了的 可是问题是 他们不懂安利 你说是吗 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安利是什么 可是问题在这里 这一关是最重要的 你首先要让他有兴趣听你讲 对不对 那你一讲安利他不想听 你一讲机会他不想听 你要讲直销 你要讲安利他不想听 我可以告诉你 安利再好 你的OBB讲得再好 你也没有办法去这一个推荐人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下 其实也不是想了一下 消费商也不是我创造的 其实消费商这个概念已经很多年了 其实 我们安利ABO 就是消费商 你们有没有消费安利的产品 我们有消费 而且我们是经营者 对吗 什么是ABO呢 我们是安利事业的拥有者 各位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也是消费者 我们也是事业的经营者 我觉得这个消费商这个概念太棒了 而且很容易的这一个引起人家的这个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领导人听我讲完之后 就开始跟他的这个朋友分享 这些人其实已经都听过很多次了的 他们对这个安利 其实都知道了的 所以都不想听了的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什么是安利没有 他说安利 安利不是直销 我的朋友就跟他讲说 安利谁说是安利是直销的 安利是消费商 你听过消费商没有 他就不知道啊 怎么是消费商 坐下来听 这样解释 我相信你们都很厉害 重点就是如何引起对象的这个信息跟好奇 这是推荐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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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窍门吧 如果你能够做到的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方式去 这个钱是这个消费呢 总之只要你能够引起对方的这个信息 听你讲 然后把真正的安利讲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推荐到很多很多的人 可是 鼓掌就鼓掌吧 可是 我们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推荐了很多人 不是每个人都做安利的 那他们不做安利他加入干嘛 为什么这些人加入安利呢 我告诉你 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推荐的这个模式 其实消费商只是概念 那重点是你的OBB怎么讲 OK 我告诉你 我们今天这次的会议 我想你应该 应该 觉得不错吧 那 那这个幕后 这个策划整个活动的是这个柯世龙钻石 你知道柯世龙钻石是由这个 施素贞皇冠推荐的 你知道他怎么推荐他进来没有 你们刚才不是讲什么95年会 95年会那个代子吗 其实那个时候 那场会议就是刚好这个施素贞做到这个行政钻石 可能他很会办活动吧 我就叫他办 然后呢 因为我要拍一个影片 那你知道这些影片 你要找专业的人拍吗 我们不会拍啊 对不对 所以他去找柯世龙 那柯世龙是这个媒体 这个什么这个导播 就是这个传统的这个专门拍这个影片的 他很厉害 前台湾500最成功最大的企业 大概有超过一半的这些 他们公司的活动的影片 都是由他的公司拍的 可以讲是最大的 那后来呢 真的 真的 因为我一路来就觉得 要做就做最好的 要拍影片就拍最好的 所以我就说就找他拍 可是后来真的 没有找他拍 因为他实在太贵了 价钱太贵了 我们付不起 所以好了就算了 就这个不叫他拍了 当时 施素珍也没有跟我讲 他也是想要这个帮 这些领导人这个审讯费吧 所以就没有找他拍 可是 施素珍呢 就这一个 觉得这一个是人才 人才 要推荐他 可是你知道 柯世龙 他是一个怎么讲 开玩笑 他这个企业对他来讲 他是最成功的 所以他可能这个 鼻子还是眼睛长在天花板上吧 根本 根本这个 对安利一点兴趣都没有 施素珍打了好多电话给他 那后来施素珍跟他讲说 我找你哦 不是要跟你讲安利了 我是要这个请你吃饭了 其实柯世龙很聪明的 他知道你要请我吃饭 也最后还是要讲安利了 诶 施素珍很厉害就跟他讲说 那我不讲安利可以吧 就纯粹吃饭 因为 也很感谢你 让我协会了很多 这个有关办活动啊 等等的一些 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分享了很多这些 做法给这个施素珍 吃完饭之后 他就说 柯世龙你不懂安利 有时候要凶一点 你不懂安利 那什么是安利 那就坐下来谈 那就讲OBB 那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 重点是在哪 你知道吗 各位 其实 消费上只是引起 对象的这个兴趣 最终你还是要讲OBB的 关键点是 我们很多人 就是急着要 让我们的对象加入 有时候把安利讲得太神了 我这个 特别讲梦想啦 这个收入啦 这个车子啦 楼斯莱斯啦 法拉利啦 等等啦 等等啦 我不是说梦想不要讲 我不是说这个 奖金收入不要讲 理由不要讲 问题是 如果你只是讲这一些的话 尤其是我发现 我们有很多的领导 在讲这些的时候 好像说轻而易己 就可以成功的 我觉得 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前世安利的话 你会让别人 误会了安利 人家以为说 做安利不需要付出 很容易就会成功的 他加入之后 我跟你讲 他也不会付出的 尤其是我发现 我们有很多领导人 在讲的时候 还拼命的讲 加入是不用这个 投资的啦 这个资料带是可以退的啦 这个是没有风险的啦 等等等等等等 好像安利一点价值都没有 老迪威斯有一次很生气的 在他的这个录音里面 他有讲到 他说 这个 Don't sell the business chip 不要见价出售安利 安利是有价值的 所以 我宁肯你推荐少一些人 可是你推荐的都是 真正知道安利的价值 甚至帮他找到动机的 我觉得这些人加入安利 懂安利 他会做安利的 就好像这个苏世生 跟这个柯世龙 在讲的时候 就把安利的价值 你们不是写过 陈冠的五大价值吗 对不对 你把这个价值 前世给他听 你们都知道嘛 五大价值嘛 最后一个价值是什么 安利是自己的事业 安利是人作人的事业 安利是公平的事业 安利是一个大的事业 安利是一个可传承的事业 问题是你要学会怎么讲 安利是可以传承的事业 怎么讲呢 这个施数人就很厉害 你知道他讲完之后 他就说 安利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这个成功之后 不做都有钱赚 这句话有致命的吸引力 这个柯世龙就这样加入了 而且不是看面子加入 是真正的要做安利加入了 所以柯世龙今天也是钻石级的直系直销商 柯世龙你在哪里 OK我要大家鼓励他一下 OK因为他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 没有时间做安利 我要你们鼓励他 A60的时候 他一定要做行政钻石 听到没有柯世龙 这是命令 ABO 不要让人家误会 ABO 我觉得记住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利事业的拥有者 我们不是替安利公司工作 OK我们不是业务员 我们是安利事业的拥有者 所以以后记住 你们就要前世 我们是ABO 你们推荐的都是ABO 什么是ABO emway Business Owner 安利事业的拥有者 你不觉得不一样吗 对不对 推荐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对不对 我觉得推荐你是做对一半而已 接着下来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 你要卖他产品 我跟你讲 安利 安利做过大数据的这个调查 他发觉到 如果一个安利的ABO加入90天之内 不买产品的话 大概99% 这个ABO 不会做安利 他会放弃 那你不是白白浪费你们的时间吗 所以各位你们一定要记住 推荐之后 记住下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安利的产品销售给他 可是因为安利的产品实在太多了 卖什么产品呢 卖钢锅吗 卖E-Spring吗 卖牙膏吗 卖牙刷吗 卖LOC吗 卖营养食品吗 很多种产品 老实讲一句话 有时候我们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要卖些什么 然后就问我们的新人 你要买什么 各位 他买什么 是你决定的 不是他决定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你是ABO 你建议他买什么吗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幸福餐嘛 对嘛 你知道幸福餐 其实我听了幸福餐 开始的时候我也莫名其妙 什么幸福餐 那这个礼房子呢 他去年 这七年就已经跟我讲了 他一跟我讲了 他很兴奋 这个礼房子 他已经好几年 这个退休 不是退休 半退休 也不是半退休了 就在享受他的案例 就对了的 所以我说 你有在做案例吗 他说 哎呀 我跟你讲 幸福餐 我要创造世界记录 他就中期 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去 这个 我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忘记了几月份了 然后他就又出来 我们就开始聊聊聊 我聊完之后 我觉得 哎 很棒 其实幸福餐 就是营养套餐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两点 我为什么我觉得 我要推广 这道理很简单 那这个 我们的营养套餐 以前呢 就是要用这个水果啊 来这个打股吃嘛 不然 很多人可能不能够接受 就觉得不太好喝 可是如果你用什么五谷粉 或者是水果 就麻烦 你知道不知道 那现在呢 是用这个body key body key中文叫什么 乐谦 哎呦 他跟我讲 很好喝 我就试 真的很好喝 而且有好多种口味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太棒了 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 第二点呢 我觉得这个名称 幸福餐 不错的 我们以前都叫 营养早餐嘛 对吗 营养早餐也很好啊 不过 只能够早餐吃啊 午餐不能吃吗 对不对 晚餐不能吃吗 下午茶不能吃吗 这是营养餐耶 对不对 饿的时候就可以吃 其实我以前 我以前早期的时候 我曾经不用营养早餐 我自己也给他一个名字 叫做百岁套餐 我觉得百岁套餐很好 可是我错了 其实百岁套餐不好 百岁套餐就像我们这种 上了年纪的人 比较有兴趣 那年轻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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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岁离开太远了 所以年轻人没有兴趣 幸福餐不一样耶 对不对 想要幸福就吃幸福餐 想要健康就吃幸福餐 想要快乐就吃幸福餐 所以我觉得幸福餐这个概念实在太棒了的 相信我你只要全力去推广的话 你的安利事业真的会有不一样的这一个结果 不过记住 我们只能够做建议 你了解吗 我们不可以强迫人家说 你一定要买这个幸福餐 只是说 因为我觉得安利我们想复制复制 复制 duplication duplication 你没有标准你怎么去复制呢 如果我们现在全部把它标准化 这个消费餐 然后幸福餐 我们就可以复制 当然我做建议 如果你的新人 你的顾客他不买这一整套的话 也没有关系 有些人真的 他可能一下子负担不起这么多种产品 没有关系 买一个蛋白脂粉可以不可以 对吗 买一个这个 double x 可以不可以 可以啊 那如果说他不要买这些 他买loc可以吗 也可以啊 买这个干锅可以吗 可以啊 买任何东西都可以啊 可是我始终觉得 我们应该做决定 我们要介绍我们的新人 买什么产品 往往你做什么决定的话 你的新人就会照着做 只要他办得到的话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买一套幸福餐 而且买了之后 用了之后他会让他们的这个身体更健康 我告诉你一段时间之后 我告诉你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人会打电话给你说 谢谢你 你让我的全家人的这个健康都改善了 所以要成功就跟着成功人的脚步走 你想想看李方之 你想想看李恩谦 你想想看这个林北纪 他们都是皇冠大使 他们都照做做的话 所以跟着这些成功人的脚步走 全力推广消费商跟幸福餐 你们也一定很快的可以成功 真的 成功就是跟着成功人的脚步走 这个邱中国不成功吗 对不对 邱中国 刚才他有稍微的这个 秀一下他的整个团队的这个成绩 对不对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各位你知道吗 其实他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为他好写 要跟成功的人写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这个来台湾这个开拓市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刚好是钻石 还是行政我忘了 反正要坐飞机来嘛 对不对 那我来住一个业 然后这个之后再回去这个马来西亚 就是这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办很多活动 到处去办活动 我不管到哪里去办活动 我就看到这个邱中国 我觉得他的这个学习精神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各位记住 这个态度 态度 理念观念 非常的关键 不是只是什么消费商推荐 或者是这个卖一套营养食品而已 这个理念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你知道吗 邱中国 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他在这个刚刚做到银章的时候 我忘记了可能是银章吧 然后我们办了一个大会 请Dr. Jelly来这个演讲 我去演讲他都到处去听了 更何况是Dr. Jelly 马来西亚安利的传奇人物 所以很兴奋 OK 然后要去听 可是他的领导人 就分派给他工作 他态度很好 好 有什么工作 交给我做吧 他以为是这个收门票 收门票也可以听嘛 对不对 对吧 维持这个进场 他也可以听嘛 可是很倒霉的那一天 他被派做什么工作 你知道吗 去帮 Dr. Jelly看顾 车子 对吧 你想象一下马来西亚很热 年年的 OK 我看他在那边一定很急 可是Dr. Jelly的车子很重要 他一定要看走 年轻人二十几岁在那边看车子 急得要命 到底Dr. Jelly讲些什么呢 他学不到 对吧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抱怨 他说我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Dr. Jelly把车子顾好 没错 讲完之后呢 会议结束了 Dr. Jelly 这个回到他的车子 要开车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邱中国 很感动 你知道吗 单独跟他分享了一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做安利这个事业 态度啊价值啊 理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 所以很多人讲说 我安利 我安利这个 安利的竞争力 就是这个安利的产品啊 安利的制度啦 安利的管理啦 安利的研究啦 之类的等等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安利的竞争力 可是我认为更重要是安利的承诺 安利的价值 安利的理念 安利的诚信 安利的政治 这才是真正安利的基石 所以我们的理念就是 老DV是老Win Anlo的这一个理念 跟做成功的步骤 绝对错不了 我开始看懂了安利 下定决心要做安利的时候 我就有个想法 我认为我要写 我就要跟全世界最会做安利的人写 全世界最会做安利的 当然是安利的创办人 Win Anlo跟迪威斯先生 你说是吗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拼命的去找他们的这个心理 拼命的听不断的听 然后呢 再来就是我跟马来西亚 我的上手领导人Dr. Jerry 他是当时马来西亚最成功的领导人 我就跟他们三个人写 所有的全部都是跟着 他们三个人不断的这一个学习 其实成功很多的 我们的这些方法 不是我创造的 郭宏兵 你们不是谈了4x4吗 20x20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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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20顾客 20个 这个ABO吗 这个不是我创造的 2020 vision 是rich divorce 老迪威斯一开始就 不断的在宣导20x20这个概念 其实当时老迪威斯认为 安利是一个销售的行业 安利始终认为最重要的是顾客 没有了顾客 没有满意的顾客 就没有安利这个事业 所以我们要协会做好销售先 所以安利当时有规定的 如果你要推荐一个ABO 你首先要先建立20个顾客 所以当时 老迪威斯就不断的讲 2020 vision 建立20个顾客 推荐20个ABO 然后再从这 20个40个当中 去这个找到4个 当然这个又不是老迪威斯的 4x4是Dr. Jerry的 我还记得很清楚 这4x4 我一直接这4x4 真的是很棒 反正我当时做安利 我就是跟着他写 他告诉我4x4 我觉得有道理 我就拼命的想 如何是落实 落实4x4呢 各位如果你能够误到 怎么去落实4x4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你这个安利式的架构 稳的话 你的218是很自然的 可以做起来的 所以我建议你 回去好好的去听 郭鸿斌跟傅玉平 还有这个 吴志刚他们的 这个分享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 当然所有的FC 我相信全部都非常清楚 4x4的这个威力 重点是 重点是 跟着成功人的脚步走 要学习 问题是 不是只是说 我听了一件CD 我上一堂课就说 学习的不是的 我觉得真正的 学习就像郭鸿斌一样 这真的是学的 他 其实 他做到FC之后 才认识我 是成来发把他介绍给我 他从来没有听过我讲课 他所有 承冠的这些知识 全部都是从这个卡带里面 听到的 那问题是他听卡带跟别人不一样的 他是重复的听 重复的听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还有他找他的领导人坐下来 然后呢 常常在一起的时候 听 听完之后 这个倒带 倒带就在听 然后在讨论 他们有一个小组叫做 副后间研究小组 他们这样来写的哦 所以为什么他的4x4 能够前世的那么好 傅伟平的生意 这个中世界他们为什么做的那么好 其实 他们的学习精神也真的值得你们学习的哦 早期我们不是在这个广州 这个办很多活动吗 他是住在南方的 南方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反正是遥远很多的地 很远的地方 很远很远的北方嘛 对不对 傅伟平 他们就是从那个地方 有时候要坐两天的火车 对吗 两天的火车 来听一趟BDC 陈冠的BDC 那当时我必须要讲 因为他们是这个杨鹤松 杨少长 这个吴明湘 刚才我好像看到你在哪里 吴明湘 在那边 吴明湘 是不是他在哪里 忘记了 应该在嘛 吴明湘在哪里 喂喂喂 where are you OK 他在那边 好 我相信 各位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历史呢 因为我们早期 我大部分的时间就在广州 我办了很多场的这个BDC 其实大部分的BDC 都是杨少长讲的 OK 所以你们很多人可能都有他 的这个声音的这个印象 对吗 真的要谢谢他 那当然 他也喜欢讲 他也很能讲 那口才太好了 那傅一平跟这个中世杰 各位台湾的领导人 你们听听看 你们的领导人在台北办BDC的话 你们如果住在高雄 你会不会去听 确定吗 那恭喜你 有很多人在城关隔壁 他都说很远 南方坐两天两夜的火车来听 听一节课之后 又要回去了 又是两天两夜 我们的BDC是霸坦课 你想想看他这样来回多少趟 听了一遍之后 懂一点点而已 对吗 可以讲课吗 不可以 下一堂课的时候 再听多一次 又是坐两个小时的 不是两个小时 两天两夜的火车 到广州来 又再这样听 来回来回来回 我不知道他听了多少次 听完之后 当然他去协会了 协会之后呢 他回去他南方 他自己办BDC 霸坦课 全部都是他自己一个人讲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 这个FC 跟做成功人的脚步走嘛 学习嘛 所以各位伙伴 我知道你们很想成功 你们听了两天两夜的课 你们还是那么的精神 你们还不想回去 就是因为你们想成功嘛 对不对 对吗 高高在上的 对不对 后面的 对吗 对不对 你们想成功 你们有梦想 记住 跟做成功人的脚步走 跟做他们学习 具备这样的这种学习精神的话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做案例比以前容易很多了都 以前呢 当然我到处去讲课 我也从来没有保留的 我把我所写的东西全部到处去讲 讲 可是我始终觉得没有一个系统 所以很多时候领导人这里听的那里听一点 这几年我把我们所写的东西 把它整个系统化 还给它名字 天龙八部 五星领导人 五大家子 五大理念 什么三角团队 这个什么系统 等等 我觉得 各位 你只要好好的把这一些系统 我们所教的东西 好好的去学会的话 你不做钻石台 奇怪 对不对 郭红冰的弟弟 你在那边看着我 你该上FC的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上 对不对 张建华 欧胜明 你们也该上了的 赶快上吧 对不对 跟着成功人的脚步走 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是要讲讲这个雷以明 雷以明 奇怪 为什么我讲雷以明掌声 那么大声 这个雷以明 他做案例 他说 他是不是很简单 反正 他这样跟我讲 他说 父亲 你怎么做 我就跟着怎么做 扎扎实实的实实在在的 他说我没有花样的 反正你怎么做 我就跟着你怎么做 百分之一百的追随 对吧 我告诉你哦 雷以明 还没有全力的发挥 你以为他四十分 他满意吗 很快的 他就会做FAA 五十分了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看 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 我告诉你 现在正在 Ready 在成长当中 不得了 其实哦 我始终觉得 我们 这个时候 Now is the time 现在 正是时候 正是我们 成冠 全力 开创 心急的时候 我知道 你们现在 非常的激动 我希望 今天晚上 这个会议 能够 永远的 在你们心目中 记住 成功是 一趟 里程 我觉得 今天 这个时候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精彩的 是一个美好的 我希望 你会 永生 难忘 希望 你成为 钻石之后 你会跟 你的团队的人 的分享 12月3号 我们到台北 听了这么多 成官的领导人 这些FC们的分享 非常的激动 所以我今天 上了钻石 甚至希望 有一天 你做到FC的时候 你都能够 跟你的团队的人 分享 今天 此时此刻的 这种感觉 所以最后 最后 富泰这几天 在看我 在准备我的演讲 的时候 他说 你不要那么紧张吧 你只要记住 今天晚上出席的 都是主角 都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给他们梦想 你只要给他们梦想 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就可以了 各位 让我感觉一下 你们有信心 实现你们的梦想 我们拉斯 一下见 明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